和西阿书 第十一章 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 就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出来 先知越是呼唤他们 他们越是远离 向朱巴黎献祭 为雕刻的偶像烧香 我曾叫到以法莲行走 我用绑臂抱起他们 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 我用磁绳爱索牵引他们 我代他们如人松开牛两腮旁边的恶 弯下身来喂养他们 他们不必返回埃及地 然而亚述人要做他们的王 因他们不肯归向我 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镇 毁坏门栓 吞灭众人 都因他们自己的计谋 我的百姓偏要背离我 他们虽向至高者呼求 他却不抬举他们 以法莲啊 我怎能舍弃你 以色列啊 我怎能弃绝你 我怎能使你如鸭马 怎能使你如洗扁 我回心转意 我的怜悯燃了起来 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 也不再毁灭以法连 因我是神 并非世人 是你们中间的圣者 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 耶和华如狮子吼叫 他的儿女必跟随他 他一吼叫 他们就从西方战京而来 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战京而来 又如鸽子从亚树地来到 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 这是耶和华说的 以法莲用谎言围绕我 以色列家用诡计环绕我 犹大却仍与神同行 向圣者忠心